7月8号上午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班。 习近平指出,两个月前,我对匈牙利进行成功国事访问, 我们宣布将中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, 为今年两国建交75周年赋予新的历史意义, 也为中雄关系高水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。 下周,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在北京召开, 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,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, 这将为中雄合作提供新机遇,注入新动能。 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,深化政治互信,密切战略沟通协作, 继续坚定相互支持,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,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,持续丰富中雄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, 更好造福人民。 习近平祝贺匈牙利就任欧盟轮值主席国。 习近平强调,中欧之间没有地缘政治矛盾,没有根本利益冲突。 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,应该保持稳定健康发展,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。 明年是中国欧盟建交50周年,双方应该坚持伙伴的正确定位和合作的主流基调, 继续推进双向开放,加强国际协作,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贡献。 希望雄方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, 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, 实现良性互动,发挥积极作用。 欧尔班表示,两个月前, 习近平主席对匈牙利进行了历史性成功访问。 两个月来,双方认真落实此访重要成果, 友谊和互信更加牢固, 为雄中关系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面对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, 中国不仅热爱和平, 而且提出了系列建设性的重要倡议,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, 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稳定力量。 雄方高度赞赏和重视中方的作用和影响, 愿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协作。 雄方主张加强对华合作, 反对搞小圈子和阵营对抗, 愿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, 积极推动欧中关系健康发展。 双方重点就乌克兰危机进行深入沟通, 欧尔班通报了近日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有关情况。 习近平赞赏欧尔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所作努力, 阐述了中方有关看法主张。 习近平强调, 早日停火指战, 寻求政治解决, 符合各方利益。 当前的重点是, 遵守战场不外溢, 战事不升级, 各方不拱火三原则, 尽快推动局势降温。 国际社会要为双方恢复直接对话谈判, 创造条件, 提供助力。 只有所有大国都发挥正能量, 而不是负能量, 这场冲突才能尽早出现停火曙光。 中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, 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。 中兄的基本主张和努力方向是一致的。 中方愿同兄方以及有关各方继续保持沟通。 王毅参加会见。